欢迎收看手工制作,你们好 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基础折纸 我来教大家怎么折小鱼 其实所谓基础折纸,也就是传统折纸 这类折纸,但凡学过折纸的人基本上都会折 算是入门级的折纸 步骤也都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学折纸的话 基础折纸是你的必修课哦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鱼折纸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像这样大小的小鱼折纸是用15厘米乘以15厘米的正方形折纸折的 而这样大小的小鱼折纸折是用7.5厘米乘以7.5厘米的正方形折纸折的哦 然后其实我今天在影片中不仅会讲到小鱼折纸的折法 还会顺便告诉大家另外一种基础折纸,头盔的折法哦 看完这支影片你就可以得到两种基础折纸的折法 所以想要学习折纸的人就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给看完哦 那我现在就开始教学吧 这次的准备材料除了需要准备一张折纸以外 还需要准备一把剪刀和画小鱼眼睛的马克笔哦 折纸的部分我选择了双面折纸 你们如果不介意鱼的这个部分是白色的话 使用单面折纸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首先是第一步 将折纸的背面朝上旋转45度 然后将下顶点对齐上顶点折出一个三角形来 第二步把这个顶点对齐这个顶点再折过来 然后把折纸打开 接着是第三步 把这两个顶点都对齐这个顶点折过来吧 然后把折纸旋转90度 接着是第四步 将这两个顶点都对齐这个顶点折上来哦 接下去是第五步 像屏幕上这样把这个角这样子折过来 然后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但是折这个小角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要让这里的面积和这里的面积差不多 第二点就是要让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差不多 是整个三角形面积的三分之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小角像这样折过来 然后再顺着这条线折过来的话 它只好是碰到这个三角形的底边的 这样就是三分之一了 而这个比例是我试过最好的哦 接下去第六步就是因为下面有两层嘛 把第一层折上来到差不多这个位置 接下去第八步就是像屏幕上这样 顺着这条折痕折上来 然后第八步先把折痕翻个面 然后把下顶点对其上顶点折过来 把折痕给翻过来 其实折到这样 另外一个传统基础折痕就折出来了哦 大家知道是什么折痕吗 没错就是我在片头提到的头盔折痕哦 就是如果你像影片里这样把头盔下面的这个开口给打开来 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头盔戴在头顶上了哦 只不过我建议如果你们想要做头盔折痕的话 纸张的大小可以选择比15厘米乘以15厘米的再大一些 我这里还特别用硬板纸折了一个比较大的头盔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影片中这个头盔看上去有点像是黄绿色 但我其实是用土黄色折痕折出来的哦 那我觉得这个头盔呢就比较大了 其实我小的时候是绝对可以戴得下的 我是用253毫米乘以352毫米的折纸折出来的 这个大小给大家作为参考哦 好言归正传 回到折小鱼的话题 接下去应该是第九步了 那就把这个头盔拿起来 把开口像屏幕上这样子打开来 然后压下去 接下去的第十步就是像屏幕上这样子 把右面折回来一个三角形 这个小三角的大小呢 大家根据自己喜好 差不多这么大就可以了哦 第十一步拿来剪刀 把这条边和这条边都剪开来 但是剪到这里就可以了哦 那剪好就是这样哦 接下去是最后一步 也就是第十二步 先把在第十步折的这个小角打开来 然后一只手捏住这个小角 另一只手像屏幕上这样 把折纸中橘色的部分翻过来 这一步有点麻烦 但是你们应该可以做得到吧 然后再调整一下折纸的整体形状 就可以拿来签字笔 给小鱼画上眼睛了 那么这样的话 一条小鱼的折纸就制作完成了哦 那这次教大家的头盔折纸和小鱼折纸 是不是都很简单呢 我在影片当中想问大家 你们是喜欢看传统基础折纸的教学 还是喜欢看实用折纸的教学呢 或者是你又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提案呢 都欢迎你在底下的留言栏 留言告诉我哦 我会根据你们的意见 来决定我今后影片的内容的 顺便跟大家说 下周三 也就是5月20号 就是手工制作开播二周年纪念日了 这两周年真的是受了大家许多的帮助 今后我也会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来回馈大家的 所以下周三我准备了一支特级影片 内容的部分我先卖个关子 大家就敬请期待咯 那在走之前也别忘了给这支影片点赞 把它转发给喜欢折纸的朋友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